新的朋友开车在一道咱们这种上陡坡 而且是急转弯的路面时 我们应该如何走呢 记住我们看两点 尤其是在咱们山路 一道如果比较陡的坡 我们首先要保证我们的动力组 第二如果是我们在转弯的时候 我们应该怎么看点呢 我们就以前面的这一个弯道 咱们可以看一下 盲区非常的大 我们是看不到转弯的 所以我们第一是鸣一下喇叭 告诉我们要转弯 同时我们把我们的弯道 或者说把我们的车头转到最右边 那么尽量贴合着往前走 咱们可以看一下 我们正常练习的时候能记住吗 当我们左侧车头小和咱们的前方重合时 那么我们可以打 同时还要满足第二个条件 我们的肩过了咱们要转到弯道的 这一个内侧转弯的障碍点 这个时候我们再往左打死 或者是往右打死的时候 我们的弯就不会因为说刮蹭到前面 或者是刮蹭到后面 或者说因为我们的弯 方向盘打得不到 而造成了这个刮蹭 新手在山路开车时 如果一到急转弯 只要满足刚才测课说的两点 那么我们打轮 基本上不会有问题 还有一点 我们在遇到这种上陡坡的时候 我建议大家就是把座位调高一点 是不是防止我们来不及 或者说防止我们开车的时候 就是说看不到咱们的这一个障碍点 因为我们的盲区要知道 上陡坡的时候坡越陡 咱们的盲区越大 希望这些方法 对你们山路开车有一点点帮助 我们开车不要再盲目 不要凭感觉 我们是看技术有点的 我扯哥 今天视频就到这里 记得帮我点赞 关注以及分享